下一小題有兩小題 0.1當然氫氧化那0.2公升有多少木耳的氫氧化那是第一題 第二題有幾公克 你如果會算第一題就應該會算第二題了 第二題就是木耳患質量 跟他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解決第一題 我們先解決第一題 第一題我們找35號 11號 22號 22號不在 那就換7號 這真正反正小十號嗎 對十號 十號 把他擦掉 把原來寫的擦掉 你寫在他旁邊 你寫在我不會的旁邊 你再寫個陳三 陳三 第一題 第一題就好了 好 回座 你們兩個都是用我家的方法就是什麼 木耳濃度成油力體積做的 不是帶回公司做的 沒關係 第二個答案叫做 1.02 公司 木耳就是 木耳濃度 乘以容易體積 木耳濃度 0.1m 體積0.2公升 給我了 就往裡面乘 答案就出來了 0.02木耳 就解決了 小事一樁 蝦泥位有幾公克 就很簡單啊 很簡單啊 就是木耳求質量嘛 就我們講過了 木耳求質量我們已經講過怎麼算啊 來 睡他9公克 睡他9公克 然後我們應該要找 兩個男生 一個女生 兩個男生叫做29 29跟誰啊 女生12 男生30 29 30 12 上來 29 30 12 你不要走這裡啊 跟你講叫你不要走這裡啊 跟你講叫你不要走這裡啊 你不要走這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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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我問題 你的0.02是什麼 你的0.02是什麼 我的0.02是什麼 我的0.02是什麼 拔布 不是那個 就是木耳 木耳的木耳 錯 就是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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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騙你嗎 你不要這樣說 我感情啊 刺刺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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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啊 就抄旁邊把它抄起來而已 根本不知道要幹什麼 就是 木耳怎麼換成質量 看小瓢蟲 質量遮住 木耳成原質量或分質量 現在的話那分質量加起來叫40 所以0.02 木耳乘以40 所以答案叫做0.8 所以答案就0.8公克 所以我們就做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就跟我們以前在算重量百分重度一樣 我們以前常常去算 融值有幾公克 現在就常常算 融值有幾木耳 題目不見得是木耳 題目可能是質量 就是改成用什麼樣 從木耳去求質量 這是我們教過的事情 請你要會 如果我更開心 還會有幾個 那木耳怎麼不算個 這我們也教過對不對 所以要請你了解 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請你要會 這是我們學的第三個算木耳的方法 融值木耳數等於 木耳濃度成容易體積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第三個算木耳的方法 請你記好 OK